河南新乡李志峰割批旧女仪式备受社会关注 近日,父亲李志峰将左腿皮肤移植给家中液化器爆炸 重度烧伤的17岁女儿李晨喜后 也把左胳膊上的皮肤移植给了女儿 李志峰说,女儿人生刚开始,爸爸会一直陪着,不论多疼 李晨喜的母亲郑国宏介绍 2018年10月3日,正值浓忙,她和丈夫下地中算 晨喜和弟弟在家写作业 突然间接到邻居家电话,说家里发生爆炸,女儿被烧生 两个孩子在家,煤气泄露了吧 出去厨房,她弟弟听到喷的一声了 跑出来一看,她姐姐身上都着火了 她弟弟就出去喊人 邻居都跑到,看到那个样子 把她身上用水泼灭了 给我们打的电话 当时我们在地里干活嘛 到家一看,孩子坐在水龙头下面 浑身都是白花花的那个皮 哎呀,赶紧找了朋友打电话,打120 给朋友打电话,赶紧开着车往这边赶 两边,两边赶吧 他们一路闯红灯,来到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生已在楼下等候 接到晨喜后,直接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郑国宏介绍,入院后,医生很快下了病危通知书 由于晨喜烧伤面积大,裸露部分容易感染 需要移植皮肤 如果买皮,得花30多万元人民币 家中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李志峰便决定割皮旧女 先是取了左腿上的皮肤,而后在11月13日又取了左胳膊上的皮肤 给晨喜进行移植覆盖 一次一次手术一直用到自己身上的皮 身上的皮长好了再用,头皮长好了再用 头皮到现在都用了六七次了 但是我说我来吧,我说你还等着他去挣钱养这个家呢 他说你整天伺候着他,如果他问起来怎么说呢 我来,我来,我骗他说我出去挣钱了 13号那天手术又取了他一只胳膊上的皮 记者见到李志峰时,郑国弘正在用吹风机 给做完取皮手术的胳膊进行烘干 左腿里面是一层丝袜 翻开丝袜,皮肤呈紫红色 取皮疼在身上,而振喜的烧伤更是疼在腹气心中 疼疼还没忍受,但是心里面疼疼 尽管好起来吧 被他一直走下去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李志峰哥批旧女一事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关注 郑国弘说给陈喜治病,他们不仅借钱 而且把家都抵押做了贷款 目前已花费160多万,但近期爱心人士前前后后捐助了十多万 又让他们全家看到了希望 大概这一段时间有十多万吧 有的还送过来直接 真的特别感谢社会上的这些爱心人士帮助我们 如果不是有他们的帮助 我们恐怕撑不到现在 那天跟主任谈了谈 后续费用还需要说七十万 我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 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诊疗中心 烧伤二区主任苗三菱介绍 目前陈喜经历了17次手术 但陈喜特别懂事 还一直想方设法安慰家人 多次清窗 环药 切胛 消胛进行搜索 做了大概十几次搜索 经过资料呢 目前的话床面已经 大部分可以封闭 后期呢我们还要进行再做一次自批搜索 如果这一次批成祸了 这个病的话可能会转为为安 目前来说这个病人仍然病危状态 确实很坚强这个女孩 她不但这个啥呢 不但她自己有这个斩生疾病这个信心 另外因为每次搜索的话 她还不想叫她扶沫的话 看到自己那种痛苦的样子 谢谢大家